谈到蝸牛会让您联想到什么呢 是高房价诞生了许多无壳蝸牛 还是法国人的盘中孙 在泰国它竟然会联想到化妆品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带您来了解 这些先前被归为摧毁农作物的害虫 非洲大蝸牛因为蝸牛粘液而身价翻生 据说蝸牛粘液富含胶原蛋白 和其他可以修复肌肤细胞的复合元素 可以让皮肤保湿甚至减少皱纹 所以标榜含蝸牛粘液在内的保养品及化妆品 已成了世界的流行趋势 所以在泰国这些非洲大蝸牛 受到的是红毯式的待遇 好确保它们能产出一流的粘液 作为化妆品原料之用 而要萃取出高品质粘液的秘诀 就是让蝸牛保持愉快 它会练练在日本部 然后会练练 大约有三千只非洲大蝸牛 住在这个热带天堂 在这个类似它们自然棲息地的家 它们可以自由地漫游期间 而且养殖场还用小黄瓜 或绿叶蔬菜等有机蔬菜来喂养 萃取粘液时用水来刺鸡蝸牛 让它们生产的粘液不是蝸牛在紧张 焦急的情况下产生的 据专家表示这个方法是值得的 粘液搜集后就卖给泰国当地公司制成粉末 然后再卖到南韩和美国的化妆品公司 这些蝸牛每个月只萃取一次粘液 而且每年还可以放四个月的假 暂停萃取粘液 好让它们保持健康和快乐的状态 这么做的结果是 养殖户有满满的粘液可以收成 而顾客们则是得以免除皱纹的烦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